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所以他可能用这个方式来给你割制 说你要通过大法官的人事同意权 那让这个人员补足 那当然这个人员补足的定义是什么 所以我才跟你讲说什么叫做总额 总额到底是15人还是现有的8个人 还是说也许我这个7个里面 我只通过4个啊 那另外3个被刷掉 那4加8变成12 那这样叫做新的总额 这个要有定义啦 可是如果纯粹是讲3分之2 我不认为这种可以视线 我认为这个不能视线的啦 因为这个 这个没有跟既有的法律冲突啊 没有啊 就是这样啊 那个包子主委在委员会问秘书长 现在我们国家是什么体制 双首长制吗 我看根本就是君主宪政法 清德宗 我跟你讲我们台湾啊 我们台湾这个宪法啊 如果在执政党 他在国会立法院过半的时候 就会变成超级总统制啦 那个蔡英文就是嘛 蔡英文当两任总统 他立法院都过半啊 所以蔡英文那八年总统真好做啊 因为立法院一把抓啊 总统也是他当选嘛 所以那个就会变成超级总统制 可是你赖清德这个叫做蛮干嘛 蛮干制啦 你根本就没过半 你总统也只有百分之40的得票 那你什么都硬干啊 那事实上硬干也不一定有过啦 立法院就挡住了嘛 所以他现在一事无成啊 一事无成啊 我坦白讲到现在 我们没有看到赖清德通过什么重大法案啊 是他要的啊 或重大预算啊 现在全部都卡住了啊 全部都卡住了嘛 所以这叫什么字 这个叫做他还没有想通字啊 那他以为他可以硬干啊 就这样啊 所以我们现在在原地打转啊 你知道吧 那朝野就在那边对峙嘛 就这样嘛 这很不幸嘛 江汉感谢当年 Daniel Wong 亮哥啊 赖清德在美丽岛 民调的满意度都超过五成 而且相信两岸不会战胜快七成 这也太感人了 黄伟安解读民调说 现实大家认同两岸是两国 还鼓励备战 那黄伟安先回答一下嘛 赖清德为什么 那个2024年只拿到四成的票嘛 不要用一个民调来过度推论嘛 这个就是他的问题嘛 他真的要进入总统大选 他的内政也要被检验的 赖清德从头到尾都没有改变立场啊 他总统选举的时候也说 备战才能避战啊 他都讲过了 他现在讲的话 选举的时候都讲过了 那为什么他只拿到40%的票嘛 你解释一下嘛 这不要根据一个民调那边无限推论 说赖清德稳连任的啦 你国民党一定不会赢的啦 是这样吗 是这样吗 那国民党是侯友宜啊 跟克文哲没有谈好合作啊 不然他们是赢的啊 他们有60%耶 所以我觉得这种逻辑实在太奇怪了啦 看到一个民调符合你的希望 你希望赖清德连任嘛 他就说好棒棒哦 他的备战 毕战说大家都接受了 你这想的太天真了嘛 他的备战 毕战说 你以为这种东西民调做得出来吗 你以为政治上 什么东西都用民调处理 国家的统独问题是民调问题吗 你去看美国是怎么统一的好不好 美国南北战争 是用民调决定的吗 是林肯打赢了南军好不好 你以为什么东西都可以用民调处理啊 民调可以解决问题啊 你不要做梦了好不好 如果政治的问题都可以用民调解决 那我们现在就把立法院所有的争议的法案 都来用民调 然后就告诉民进党说 你输了你不要你不要你不要再来啊 比如说总预算 总预算我也来引用美丽岛的民调啊 美丽岛的民调37.6 认为是民进党的责任啊 卡住了嘛 那民进党为什么不认输呢 你怎么不引用这个民调啊 那认为两党都有责任的20几啊 那认为是国民党只有十几啊 认为是民进党的有37.6 总预算卡关 那我们都照民调来嘛 民调如果可以解决政治冲突 这个世界还需要政治学吗 开什么玩笑嘛 我政治学博士 我修的课程里面 民调只是一个科目而已啊 如果民调这么万零单 我们读那么多政治学的其他领域干嘛 根据现有的民调 民进党就要认输啦 总预算 回去修一修重编啊 对不对 他拿理理嘛 对不对 这个留言跳掉了啦 留言跳掉了 所以我跟各位讲很多问题不要用民调啦 实际上我跟很多朋友在谈两岸啊 两岸路我会就用民调来了 你用民调没有用啊 罗文家要送大路梅花路这谁会反对啊 罗文家两支路一支叫和和 一支叫平平 两岸和平谁不同意啊 就是没有和平嘛 所以整天在那边讲民调 你很好笑耶 政治的根本矛盾 你用民调可以解决啊 对不对 这个 就在这个下面嘛 对对对 好谢谢 那我会将国冲说会尽所有努力 让民进党在2028下台 希望这个预言也会中 白再派总统会让赖得逞 不选右边说小蓝 这个双方要好好谈啊 我坦白说 国民党下次不管是卢秀燕或韩国瑜 因为这两个人我都认识 他们两个人处理人际关系都是 非常周到的啦 比如说你看卢秀燕啊 卢秀燕跟江启臣两个人初选台中市长 两个人差距只有0.6耶 两个人也没有撕破脸啊 合作无间啊 就当选啊 韩国瑜 这个2020年选总统 那次有五个人在初选啊 那你看选苏韩国瑜的人 跟韩国瑜关系也都不错啊 所以我认为 这个问题 他们两位一定会看到 他们一定会做相当的安排 就是这样啊 这个 这个 那李库 越来越对台湾政府反感年长的无力 年轻的无感 宝岛都变成暗淡无光了 可惜啦 菲利派亮哥好 先小斗支持 宣旺 吴董说赖神处理科后 下一步就叫处理党内叛徒了 要对白骨的三刀六洞白刀子出 红刀子出 亮哥务必小心啊 他不会这样处理的啦 你放心好了 他才没那么无聊 他的对手多了要命 党内的最大就是郑文燦啊 他现在要处理各个派系 2026年的人选 问题多了要命 这个何湘宇感谢 齐薄 无需上纲道公理正义 即使以黎民百姓的思想 台湾法律已经被绿萃玩到残的地步 检掉差别待遇 法官仅凭方共后的证词 判定无罪 大法官释现除了这次国会改革案 甚至推翻了民国87年的修法案 无怪罗志强委员今天大呼 清德老先法律无边 不过谁能保证能永远执政 有朝一日当今日的朝野轮替作检制服就来了 没有错啦就是这样啦 这个他就是笃定他永远执政 这样他的挑战是2028啦 他要连任嘛 一烟光电是可以收成20年的摇田树啊 一定会回馈给同意栽种者 是啊 那这摇田树的前日脏的全台都知道 那就需要借黄仁头一用 他一定要被关 不然消毒不彻底 那议员委员们部分上缴并表示效忠 无保请回不是问题喔 当然 一审要明年喔 中央会指派林嫡系 这个全台都知道 这个没有错啦 这个光电案 光电案现在不是调查黄伟泽啦 你不要吓死他啦 什么借用黄的人头一用 他现在查的是陈启玉 陈启玉是台元绿能的董事长 是不一样的啦 这个原相请感谢的内 和平民国姐 当小草遇上国父孙中山超越两岸 亮哥当初有斯平德跟黄信介冲撞 才有立法院放权 感恩有他们现在我们 是否也得冲了 这个当年真的是这样 所以我才说 这个 我现在国会 蓝白加起来是过半啊 所以我们应该是期待蓝白 在立法院也要有所作为啦 不要随便喊冲啦 Jeff Wong死刑事件的时候宣称 我留欧所以我支持废此的大法官 怎么在国会改革就不这样说了 真的很难说服别人他们在废死方面 是为了自己的法律追求 同时在国会改革的时候 没有受到任何政治介入 我也是这样想啊 你如果这么认同欧洲 所以主张废死 那你难道不知道欧洲国会是怎么运作的吗 欧洲哪一个国会没有调查权啊 对不对 Libra Wu立法不成三种 三法案总可以吧 民进党过去夹国会过半优势 立了这么多有利于他们的法案 蓝白应要趁这届国会把民进党过去立的法案全部删除才对 视线不通过一点都不意外 在野党要主动找其他可以进攻的目标 不要浪费时间在这些已经知道结果的事情 这个我也有跟他们建议啦 我说啊 民进党执政八年通过的法案可多着了 那国民党应该要认真一点 来把他们的法案做整理啊 那该修改的就修改啊 就是这样啊 袁湘秦亮哥赖政府如果是过分 你愿意像蔡志源那样站出来站台吗 为民众党发声 我现在基本上都在做网红的节目啦 做帮大家整理资料在 在网路上做广为人知的事情啦 我当然看到了 我看到蔡志源去站台了 不过我现在做节目就 恐怕时间就非常有限 这个杰杰亮哥网安这个视线案是要逼出修宪的手段吗 问题是修宪不会过啊 修宪我们的门槛高达四分之三啊 那在立院缩网的政务官 警负政治责任那事务官呢 谁在毁线乱政 我跟你讲 我们事务官都是很守法的啦 所以你如果没有让他有明确的法源 我不认为他们敢乱来啦 这个就好比嘛 那个我们行政院说 6万我们不同意啦 我们主张原住民补偿一个人发4万 我跟你讲啊 你这样命令 公务员不敢发啦 因为公务员在发4万的时候 原住民会问他啊 为什么不是6万是4万啊 那请问公务员的根据何在啊 做不到啊 他做不到的啦 这个 这个伊恩如果黄想要拼关爱的主目 那么在起诉前得多种点谣言树 让嫡系可以承接更多好处 消毒恶都不关嫡系的事 北检应该证明为绿检才有民进党的价值 这个坦白说啊 这个已经做得非常清楚了啦 我们在说侦查不公开 那我们还是看到镜周刊啊绿媒啊 都可以事先拿到资料在外面吵啊 讲了半天 他也不管你啊 照干 照干啊目前就是这样啊 伊恩 赖一可以扛起诉单招牌拉民调 二敌系就会三 整批使用连线很长 你在讲绿电啊 消毒过的摇钱树 前人种树或人成梁就是这样用 我跟你讲啊 事实上目前去包绿电 如果是在中南部的啊 大部分都是阴系的啦 并不是赖系的啊 如果跟新潮流有关的啊 主要是云报人员啊 那那个是在北台湾 知道他们也有做南部的啦 不过我们现在在讲这个台延绿能 这大部分都不是新潮流的啊 所以它有两个系统啊 我上一集节目有做过这个题目啊 大家可以去重看一下啊 廖中凡小廖啊 亮哥请问对岸是否会在总统大选前占领彭金马 逼台湾百姓在二八年公投是否回归 哎大陆是不是会那么急迫 要来搞武统啊 这个这个叫以武逼谈啊 我认为很难讲啊 因为 美国很可能会是川普当选啊 那川普在明年1月20号就当选啊 那我认为 这个 美中台的关系 会更多是透过协商的方式 我倒不认为 会需要到动武的程度啦 这个 目前真的看不出来 目前看不出来 而且中国大陆目前也是以发展经济为主 那对台湾的问题我觉得 他不会理会赖金德政府了啦 不会啦 因为他对你已经没有信任了嘛 他更有可能会去跟川普政府打交道 跟美国打交道 那川普上任之后 我认为他一定会限缩 一定会对赖金德的行动做一些限缩 和平民国姐 华国昌可以当作下一个施明德吗 白头蓝身抢救国会闹到国际上 这当然要看他的本事啦 他 他目前 他在民众党是表现得蛮不错的啦 那 还是要 因为施明德不一样啦 施明德是 他是被关了将近30年的政治犯 那在台湾的民主 政治的历史上 他是有 历史地位的人啦 那他也当过民进党的主席啦 所以他能够卷动的能量 我认为他能够卷动的能量 比民众党要大很多啦 要大很多 那当然我也不是说 国昌做不到 他就是要慢慢去累积能量 政治人物都是这样啦 他要逐渐的累积能量这样 一二三到台湾感谢 刘金卫 大法官僭越立法 应申请示宪 请大法官示宪 大法官有无僭越违宪 我跟你讲 这个就是我们的麻烦啦 事实上 昨天就有一些朋友在问我 说宪法法庭做出来的解释 如果我们认为有问题 那怎么办呢 我说这个就是我们的悲哀啊 坦白说 一个最高法院 应该说大法官会议啦 比如说美国 美国大法官会议 他会写视线条文啊 那通常他的争议啊 通常是越小越好啦 那美国也有一大堆 这个坦白讲人家的大法官 不介入党派的啦 所以他视线有相当的高度啊 就可以得到更多人的接受啦 所以你这个太明显了啦 就是你这个宪法法庭啊 解释出来的宪法 跟实际的立法院的运作 这么接近 摆明呢就是在压抑立法权 太明显了啦 我跟你讲啊 这个 这个坦白讲在别的国家 真的没见过啦 没有见过啦 所以大家就觉得很无奈啊 就说你这个民进党 你现在立法院少数 你搞不过人家嘛 那动不动就用司法权来处理啊 变成这样啊 菲莉莎林啊 感谢Done Martina 师姐感谢Done Lucky Bird 台湾已经不是法治社会 是司法社会 这个司是私人的司喔 Lucky Bird去大陆一趟 回台湾就要被起诉 这能叫民主自由吗 这个要干什么事啦 那我知道那个有一些人 这我们事实上也有鼓励啦 就说 因为最近那个 我记得有一个里长的联谊会的会长啊 他最近被判无罪嘛 那他就是带了里长去大陆旅游啊 那刚好是选举年啊 那回来之后他就被反渗透法 那就被约谈啊 那后来他是有几个 因为有一些证据显露出来 他根本跟政治无关啊 那个第一个就是他去 带里长去大陆旅游的时候 他有不断强调 我们不谈选举 不谈政治 那这个有很多证人喔 帮他证明 那第二个 他那个旅费啊 他马上去哈尔滨嘛 那那个团 每一个人都出了2万多 所以显然并没有接受招待 所以他有一些市政啊 那可是经过了大概半年多吧 那他被判无罪 无罪 我觉得这个都是在确立 所谓反渗透法的认定标准 所以我认为这个案子蛮重要 蛮重要 那像张又霞的例子 我也觉得他应该去行政法院申诉啊 就是张又霞他去香港嘛 那结果呢 人家就说他去了那个场合 那现场有演奏那个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歌啦 那你是退役军人 你在现场都没有做任何的表达 那结果回来之后 他的退休金 一下被砍掉三分之二啊 这很重啊 不是砍掉三分之二 砍掉75%啊 砍掉四分之三啊 那张又霞我认为他应该要去打行政诉讼 说那是什么样的一个场合啊等等等啊 这个真的没有办法啦 现在就是他用反渗透法 各种法律 然后再扣你帽子 那你就要透过很多法律 每一个判例啦 那逐渐判判判 那我们就知道哪一些人无罪 那他是为什么无罪 那不然我们才有一些标准可以遵循嘛 不然未来选举年多可怕啊 比如说2026年又要选举了 那2026年你最好都不要去大陆玩啊 不然是不是都有问题啊 都不要带团啊 是不是都变成这样啊 这个Lucky Bird 我是来支持亮哥的 谢谢亮哥给台湾年轻人普及历史跟法律知识 感谢你啊 伊恩所以赖的绿电明年预算还想继续中 民调再跌一次应该就动啊 弄黄伟哲留言好难留 一直被党没有办法诊断 奇怪怎么会这样 我跟你讲啊 赖金德的绿电预算这个会期就有了 他一路给你编到2030 他编了9000亿 那我讲白了啦 国民党跟民众党已经有共同立场了 他要求你要说明人员政策 你一定要在人员政策上 说服蓝白 不然他这个预算要过很难的啦 很难的啦 那个钟浩瀚行使不同意权 否决大法官提名不会被违宪吧 这个当然没有违宪 他要重提 比如说他送七个来嘛 假设啦 假设你有五个没过 只过两个嘛 那这两个就先补进去 因为现在有八个嘛 那两个补进去就变成十个 那还缺额五个啊 那那五个他要再提 就是这样 一直补到满额为止 这个没有违宪啦 没有 陈同意亮哥好晚上好 省可以省 可以不同意吧 当然可以不同意 可以 所以你这个问题跟前面那个是一样的 SK亮哥赖黄 只要在也做什么都违宪 总统不公告 违宪所以不公告 这样极权国家 这是在台湾开始 我跟你讲 那个公告叫被动公告 我们的法律案 我们的法律案送到总统府 他那个公告 只是一个被查性质 他不公告就自动生效 我印象中是十天还是十五天吧 就正式生效 这个我们的大法官有解释过 所以总统不公告是没有用的啦 那至于送宪法法庭判定你违宪 这个真的是麻烦啊 这个比较麻烦 这个 这个肥芝芝 亮哥骂的好 这些大法官就是执政者的御用工具 当年解释居公教联金改革 说法律不能塑及既往 但国家真的是没钱了 所以要改革你们 他们真的只会欺负平民老百姓 真的无可奈何 谢谢亮哥帮我们出一口气 感谢你啊 那王湘瑞 请问亮哥藐视国会违宪的话 那可以申请 释宪藐视法庭是否违宪 呃 国会 查证的时候 人民可以不到场 说谎是否违宪 那申请释宪违证罪 证人不到场 受罚是否违宪 我跟你讲这个 他基本上不会受理啦 你不要以为你 提到宪法法庭他都必须回答你 不是的 他可以不受理 所以你去提也没有用啦 所以这个必然是一个 他认为在政治上 有需要处理的议题啦 比如说 这个废死 为什么他会处理 事实上也是那个 被关的刑犯提的啊 被关的那些死刑犯 联合提 这个废死的事件 那大法官就接受啦 因为他们本来就主张废死啊 所以就借机会来发挥啦 这个 Trow Ador 亮哥林好 昨天自由18A3版 登13个公民团体联署 要求立法院速审大法官人事案 看来公民团体也有收到 律师的指令无误 本来就是啊 那13个公民团体全部都是 这个 绿营的外围团体啊 这个还用说吗 道法院人事案干你屁事啊 道法官 事实上以现在还有八个人他也一样 可以对法律来做释线啊 我们刚刚讲的是 宪法释线案要三分之二 一般的法律释线案只要一半 这个现有的规定啊 事实上我们现有的规定 通通都是二分之一啦 那只是翁晓玲 他要把释线的部分拉高 到三分之二 就是这样啊 全岛亮哥请问如何看待 台湾教育政治经济 整体状况越来越差 执政无能再也无力 躺皮或移民的年轻人 越来越多 这个我坦白讲啊 上梁不振下梁歪啦 那上梁找不到方向 或未来 那老百姓怎么会有找得到方向跟未来呢 除非你完全凭自己的本事啊 那你不要跟政府有关啊 比如说你很厉害啊 直接就接轨到 比如说你是台积电啊 你就去做半导体啊 那就跟政府无关啊 可是一般人不是这样的啦 一般人是会跟政府有关系的 我们从政府 我们希望看到方向嘛 所以政府本身 政府本身的领导是很重要的啦 你有没有信用 有没有诚信 是很重要的 因为你就是榜样啊 就是榜样啊 所以我才说赖清德 佐隆泰你们是很重要的啊 你是总统你是行政院长 你的行为要成为人民的榜样啊 那你如果随时都可以翻 那请问谁还可以当榜样呢 整个国家社会就乱了嘛 陈金泽感谢 苏玉生感谢 这个杰杰亮哥不好意思 越听越认知到民进党活成的自己最讨厌的样子 是趴的人要上街上岛屿天光吗 还是要建设登上去 我真的觉得民进党越来越像 当年威权时代的国民党耶 真的是这样耶 那不就是你当年反对的人吗 所以为什么林佐水这一次视线会这么生气 因为林佐水就是常年主张国会要有监督权 他是主张内阁制的啊 那那些视线的法官很多都是他的朋友啊 只有你释出这样的东西 我看到林佐水对这个视线写了七篇 七篇脸书啊 我跟你讲你如果不是有信念 你是不会这么执着的啦 不然就有算啊我就不要理了 你自己去搞你的吧我不管啊 我只求多福就好了嘛 我那么累干嘛 所以我说林佐水是有良心的 民进党的知识分子 他很痛心啊 写了七篇脸书 我今天真的吓一跳啊 我把那七篇脸书寄给我一些朋友 就是心里很痛啊 觉得怎么会搞成这样啊 把立法院的调查圈 限缩成这样 你怎么会对得起你自己啊 大家读的书都是一样的啊 你这些大法官读的书 有一些书我也读过耶 我们就觉得不能做这样的事啊 对不对 棉花糖禽兽实陆 Space War 请问亮哥骂归骂 现在法案被判违宪之后 这事儿就这么完了吗 在野党除了卡玉帅 有没有其他反制措施 他就我就跟你讲 他准备再修一次国会改革案 就要进入2.0嘛 那当然Space War会说 那人家就2.0视线啊 你搞国会改革2.0 他就给你再送宪法法庭 那在宪法法庭就再给你搞一个 暂时处分2.0 视线2.0 那就来嘛 我们准备 共同来编织出国际大笑话嘛 你2.0如果再这样视线踢回来 我再进入3.0嘛 我就不相信这个不会变成国际新闻 民进党怕什么 民进党就只怕 他们被国际舆论嘲笑 说你这种民主素质啊 还好意思说你是民主国家 所以我说蓝白要有耐心 要有毅力 我们有可能会一直被退 可是这个就跟愚公移山一样 我举个例子啊 当年 民进党要推修刑法100条 那刑法100条 就是一些政治案件啊 唯一死刑啊 民进党要废刑法100条 你知道民进党总共在立法院提过多少次吗 民进党在立法院提 废除刑法100条 至少提了100多次啊 每次都被国民党否决 一直到李登辉 当了国民党的主席 刑法100条才被废 那民进党每次提都被阻止啊 就变成国际新闻啊 民进党说台湾有一个在野党 他一直要废除刑法100条啊 那刑法100条是什么东西呢 他就开始介绍了 原来台湾有这种法律啊 所以我跟你讲啊 国民党跟民众党 你们要记得过去的历史啊 因为民进党越来越像早年的国民党啊 所以你们现在在争取民主 就会越来越像当年的民进党啊 当年的党外运动啊 所以Space War问的很好啊 你说除了凯玉算还有没有别招 我们就提2.0啊 你驳回嘛 四线嘛 我再提3.0啊 我再提4.0啊 我提到5.0的时候 全世界都知道了 知道你就是这种 民主水平的政党嘛 那刚好也在2028 拿这个来当政见嘛 总统竞选的政见嘛 我们连提了5次都被否决啊 所以我跟你讲政治啊 政治 政治都是坚持 才走出来的啦 没有什么 一铁药就可以达功效的啦 这些困难的路以前党外运动都走过了 就是这样 棉花糖朽木为官 菲利派亮哥我台湾的朋友对我说 如果今年没去台北找他就是为先 我的天啊 这个 这个 TIN SKYTIN 你好亮哥 国民党每做一件事都虎头蛇尾 政权都输了多年 不知道还害怕什么 如果对经济政府强硬起来抗争到底的话 久而久之 选民看见有所改变 可能会得到更多支持 这就是我刚刚跟你讲的嘛 我2.0进去 又被判违宪 3.0进去 你再判违宪 等你到4.0的时候就变成国际新闻了 怎么可能有这样的朝野的互动 所以我认为啊 政治这条路 其实也不是政治这条路 我们人做任何事啊 你只要坚持 折善固执 坚定走下去 最后一定有回报了 也许不是你所想象的那个回报了 可是会有某一个形式来给你做回报了 就是这样 要坚持啦 依申利 对不起啊 亮哥领好晚安 经过这次视线 真的觉得要解决这个政党 除了革命之外 没有第二条路了 没有来 不一定要革命 你2028选赢就好了嘛 2028 无论如何就要选赢嘛 就这样嘛 陈正伦如今的台湾处境 已经插到官员不说谎不行了 Lucky Burr 台湾政坛就是个笑话 不过改历史根本很拿手 Lucky Burr 自从台湾出新的罚款政策 很多嘉宾就不敢乱说话了 这个倒没有啊 没有什么罚款政策啊 这个 你来告啊 告啊 告我们毁谤嘛 不实言论嘛 等等嘛 这个倒不至于啦 因为 我每天都在上电视啊 我知道这个问题 毁谤罪没有那么容易成立的啦 一定是真的毁谤 有这个真实恶意啦 等等等 YHC啊 解问亮哥 当外国企业投资评估 知道台湾执政 党的政策 有可能是说谎欺骗 随时能朝令夕改 股市不会动荡影响实际经济吗 再者 视线后各个行政单位 无法无人可管 可监督下 政府可以犯法违法 在灭政创供 说谎辩驳 司法何以调查法律意义何在 台湾现状 是不是只许周光犯法 不循百姓违法啦 那也没有成立特征主打探 就是假的 我跟你讲啊 你若长此以往啊 那行政单位就会越来越嚣张嘛 因为他就会想我 我难得被监督嘛 我怕什么 就会这样啊 那行政单位越来越嚣张 那外资单位当然也会感受到啊 大家就会感受到行政单位 然后我去找立法院使不上力嘛 这个坦白讲都是渐进的啦 那逐渐的大家就会感受到啦 真的就是这样啦 所以这个YHC你讲的对啦 所以你不要以为这样 一面倒去纵容 护航行政权啊 那你就可以把你的经济搞好 不是的啦 更何况你立法院没过半 你还是要有一些经济政策 有一些预算还是要通过啊 对不对 所以我坦白讲 这样搞下去我们的公务员也很难过的啦 因为台湾的行政部门 我也认识不少人 很多人也不希望这样啊 因为有一些人是正派的人士啊 他也知道他体系里面有坏人啊 那也希望你来监督他啊 对不对 你这样那个政治才会亲民嘛 其实每一个系统里面都有坏人跟好人啊 你国会为什么要有监督权要有调查权 就是要把那些害群之马抓出来嘛 那如果这个功能不脏 那我坦白讲行政系统里面的好人啊 正派人士 他也会觉得 这个世界没有公道啊 对不对 这个Lucky Bird 现在台湾还有真的民主 是不是对民主有什么误解 台湾现在的民主就是权力不对称嘛 因为民主这种东西 西方人未有三权分立这种说法 就认为权力之间是要有制衡的关系嘛 不然你一定会造成 一个独大的权力腐败嘛 那现在就是这样嘛 他现在要让行政权独大嘛 然后让立法权萎缩嘛 然后监察权 监察院自己不行死啊 那就行政权越来越独大嘛 那现在他还进一步 把司法权给控制了嘛 那这样怎么可能不腐败呢 你这个三权 互相自行监督的那个原理就被打破了嘛 所以这个情况当然 权力滥用就没有民主了嘛 当然是这样啊 SK 电视上看到推荐的大法官做一排 大家看到了 最大看懂不要脸的最大 很勇敢哪里毕业 我跟你讲这些人学历都还不错咧 Lucky Bird 台湾从西方学来的民主政治只有形式 本质是中国自古就有了官本位 权力就是一切 就是文副统治没有民生疾苦 我跟你讲Lucky Bird 越来越这样 所以我觉得很悲哀啦 越来越这样 所以你的观察是对的 就是越来越官本位嘛 那你这个搞半天 自称是 民主国家自由民主等等东西 跑去哪里了嘛 就不能很可笑嘛 就官最大啊 确实如此啊 我会将我们赖大总统要皇城那一片和谐才敢来 义务被搞成恩赐 要不要顺便扣谢 拜谢祖隆恩 捧兰花 恭迎末代皇帝亲和宗 这个我是觉得难以理解啦 Lucky Bird 亮哥说太多真话了 万一亮哥被陷害 大家记得救他出来 这也没那么简单啦 我跟你讲 这个 我当十年立委 我对法律也是很了解的啦 我们讲话都有根据的 都有根据的 我都会引述啦 这个 我也不希望自己乱讲啦 就是 所以我们都希望有事实的论据 所以我为什么要做PPT啊 其实我 我这个也要花时间欸 我就希望大家知道我是有所本的 我们是评论员 那是根据真的事情的在做评论 Lucky Bird 想着什么都公投了 你们把赖金人免掉吗 不能 没有办法 左拢罢免 立法院要四分之三 过不了的 所以我们也不要想罢免啦 事实上 我觉得罢免是一个坏的制度啦 我们要就是2028 让他不要连任嘛 就这样嘛 那在这过程当中 我们要求要能够监督行政权嘛 就是这样 棉花糖监察院司法院 如言悲惜之徒啊 KK亮哥晚安 感谢亮哥大白话 多保重多喝水 小心不要被查水表 这个没问题的啦 这个我们 做了证就没问题 Lucky Bird Lucky Bird 台湾很多民众被扭曲 的社会风气影响 分不清本质跟表象 看不清楚台湾的现状 也没有好好考虑过未来 这个没有办法啦 这个 其实很多国家老百姓 都是这样 所以你要不断的做启蒙工作 感谢 Lucky Bird 台湾同胞都看看真实的历史 看看真实的世界 中国是一条巨龙 谁都压不住的 中国本来就压不住嘛 谁 谁想说可以压住啊 我们只是觉得台湾应该要 活得更有尊严啦 是 活得更像一个让人尊敬的地方 就这样了 Lucky Bird 很多人能够看到中国成为世界最长的那一天 这个未来而且不需要多久 Skinologist 亮哥如果武统发声 国军先发制人袭击日本菲律宾 迫使美国因为美日安保或美非联防 进入台海战争 可能吗 你这个太高估台湾了吧 不可能啊 不可能啊 你如果胡来啊 那美国刚好就把你丢掉了 这个 这个胡思乱想啊 这个绝无可能啊 而且你也不要以为 你也不要以为日本那么做 Lucky Bird 亮哥讲了很多事情 是世界历史中记载的内容 也是台湾当局 从课本里去掉的 所以很多同胞不知道 因为我有年纪了啦 所以当年我们读的历史都是 我们都知道这些历史啊 那台湾民众越年轻就越不知道 那你读书你就知道了 你就会知道 历史就是这样嘛 我刚刚已经讲了一个嘛 你如果认为你是日本人 那为什么你没有被当做战犯处理 这很多台湾 台独派啊都谁别乱讲啊 说日据时代台湾人就是日本人啊 那为什么 蒋介石来了之后 为什么你们没有被 东京法庭审判啊 你们不是都是战犯吗 有犯过 有杀过东南亚的人 有杀过中国人呢 你可能都是战犯耶 为什么都没事啊 所以我说这个是 看你历史读多少啦 我们要尊重历史的真实啦 波利派感谢 亮哥在金德讲话那天我就 你说过中华民国是个论述陷阱 谁碰谁倒霉 难道国民党不是因为坚持 一定要论述中华民国的合法性 才不能够在论述上打败民进党吗 民进党不如论述 争取台湾独立 才能获得台湾人的主权 才能保证民主自由 虽然独立一样会导致战争 但最起码在论述上行得通 只要不实际宣布独立 继续屋前就好 Oracle我跟你讲 所以赖清德扯到中华民国113年的论述 我们台湾内部的独派是有非常大的反弹 因为他让他们精神都错乱 不知道怎么去自圆其说 这是事实啊 这是事实啊 就是你如果真心去追求台独啊 你最多只能够走到蔡英文这一段 就是从1949年起算 那前面那一段你都不能谈 你都没有办法谈啊 因为1949年就是 中国国民党或者国民政府 完全离开中国大陆的起点 在那之前都是在一起的啊 都是在一起的啊 确实如此啊 所以Oracle你讲的很对啊 KK Karl被强制派往南洋冲军了 那些移住并开垦于台湾的长辈 在第二次大战结束的时候 战败国日本 只为在南洋日军安排遣返日本 而被日本视为署名的台湾长辈 在低职等的薪资收入 当下只能自求多福自磨深入 而自行访为台湾 这个我同意啦 我同意啦 日本根本就自顾不暇 他怎么会去 还去搞你这个殖民地的署名嘛 你还自以为你跟日本人是同样的地位 你不要开玩笑了啦 所以 所以Carol你讲的完全正确啦 欸怎么不见了 小朋友们不见了 OK OK 这个感谢你的补充啦 这个兼铁弹 亮哥林啊老朽打个比方 比方啊 宪法法庭的斗争 怎么那么像俄乌战争 这些全法官正替赖清德在宪法法庭 打一场代理人战争 照理说立法院完全代表民意 理应有俄罗斯的战力才对 怎么处处只能够接招挨打呢 难道赖清德真的底气强大如美国拜登吗 立法院除了修改宪法诉讼法之外 还有更强的弹药吗 可以发挥出如俄罗斯的战力吗 请亮哥说说看 我跟你讲立法院可以做的事情多了欸 只是他们不想走到那一步啦 你可以把司法院的预算全删啊 那他就又去告你啊 说你危险啊 就是这样啊 这个叫做肉搏战啊 我们当然不希望五院啊 搞到大家都在肉搏战嘛 我删你的预算 让你没得活下去 我这个修改法律 让你编制变少 我可以修你的编制啊 怎么不行 我可以把你的立法院的编制删啊 为什么 大法官的编合是15个啊 你这种水平 我不要15个啊 因为你都是总统派的啊 我就砍啊 我还可以到去删考试院 给你的那个员工的编制了欸 这个就是叫做 你是立法权 你是立法院 你若知道立法权有多大 你就知道 人事的原额编制 预算多寡 组织的大小 通通都是你的范围啦 丘吉尔 英国人以前讲过一句名言啊 英国的国会啊 除了没有办法让男人生小孩之外啊 什么事都干得出来啊 就是这样啊 所以你问的问题就是 我们这个铁蛋兄啊 你就在问我嘛 说我们的立法院 蓝白要不要彰显 你立法权可以大到什么程度啊 那我讲白了嘛 就是国民党跟民众党 他们不想搞到那个程度 他哪里知道宪法法庭嚣张成这样啊 把你的调查权删到几乎没了啊 所以我跟你讲这个时候 没有错嘛 就是你在问我说 那就这样被白白欺负啦 白白践踏啦 一点招都没有啊 所以你要去想啊 所以人家好歹翁晓琳想到一招啊 我来修你的宪法 宿送法 这只是其中一招啦 还有很多其他的招啦 OK 因为你司法权 逾越了你该有的本分嘛 自创法律 自己根本就已经在立法了嘛 我当然要修理你一下啊 让你知道你不能这样做啊 不是吗 所以我说这个就是你 立法权该彰显自己的该有的地位的时候嘛 Gavin Hwang南部民进党支持率一直这么高 是民进党真的太强 还是选民没有清醒 真的无解吗 其实不是这样的啦 这个Gavin我跟你讲啊 人家上次苏清泉医生 去选屏东县长 他跟周春明差多少票 你可以去看一下 才杀几千票啊 谢龙介 跟黄伟哲选台南市长 谢龙介选到43% 那苏清泉跟周春明 我跟你讲两个人大概只差1% 所以不是这样的啦 这个不要大家这样就一下就推论过去嘛 说民进党在南部支持率一直很高 我跟你讲啊 因为我是研究这个的 我们如果从历史的角度来看 民进党的支持率 大家也许不相信 你去看历史 为什么陈水扁 谢阳廷 他们都是台北人 民进党上早年他在北部的支持度是比较高的啊 你看以前 尤清也当过台北县长 本来南部是没有什么支持度的啊 你看那个吴敦毅 吴敦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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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第一次选的时候也是大赢啊 那第二次 踩小苏向庭啊 民进党在南部的支持度是慢慢发展出来的啦 不然你去看台南嘛 台南在赖清德之前 比如说苏汉志啊 还有其他人的选举啦 这样都比现在要更接近 所以不是这样啦 真的就是发展出来的啦 这个也不要说什么选民没有清醒 我们也不要这样讲 我就跟大家讲一句公道话 政治人物就是要 耕耘啦 你要坚持啦 你坚持久了就是你的 就这样啦 因为我是高雄人啊 我对南部是很了解的 柯智恩 他上次跟陈其脉也选市长 那因为陈其脉真的很强啦 他在竞选连任嘛 那柯智恩也还选得不错 接近40% 那柯智恩真的履行承诺啊 南家就带在高雄啊 那我请问国民党以前的人嘛 有继续带在高雄吗 所以这个就是 你有没有发那个心啊 说我还要继续选 我一定要选到赢为止 这个就是一种韧性啊 我身上看外国的历史 我常常看到这种例子 比如说你去看法国的总统密特朗 你去看他的历史 你看他选输过多少次 密特朗一直到第四次才选上总统 败选了三次 你去看林肯的故事嘛 林肯一辈子这样选过来 不知道选过多少次的选举 他只当选过一次 所以我认为不是这样的啦 我认为就是坚持啊 耕耘啊 那比如说我的学弟林佳龙嘛 我耶鲁的学弟啊 他就真的盯在台中不走了啊 他在台中 他不是台中人啊 他台北人啊 他在台中耕耘了十年 才选上市长啊 所以我觉得这个 你不要去怪 说什么你的对手太强啦 选民没有清醒啊 不是这样的啦 你有沒有足够的努力啦 就是这样啦 所以我是觉得 所以我是觉得这没什么好说的啦 那我认为2026啊 不管是高雄的柯智恩 台南的谢龙界 还有屏东的苏清泉 都有机会 因为他们真的蹲点 蹲得够久够深 就是这样 所以不要悲观啦 不要悲观啦 我们做任何事情不要先自暴自欺 OK 这个 我们跑去哪里了 抱歉抱歉 我话坏了 Lucky Bird 亮哥你好 我没有想问的事情 就向说真 谢谢 关注你好几年了 台湾节目的嘉宾 我最喜欢你跟雷倩 谢谢你 谢谢林亮 顶住压力说真话 还有台湾有你们两个 顺便一句 顺便一句话 那个 和你比起来 唐湘龙格局太小了 不要这样说他啦 湘龙也有他的优点 也有他的优点 他是媒体人啊 那个广播能够二十年这样扛下来 不容易啦 不容易 Spice War 亮哥看到现在 岛内给我一种精神分裂的感觉 一方面 独派想 跟组合派都越发焦虑 另一方面 岛内民众隔疆友唱后庭 哇 这个没有办法啦 因为中国的大陆的压力实在太大了 这个 这个没有办法啦 他也知道 军事上拼不过 那有一些人就自暴自弃嘛 这个也有的啦 大概是这样 这个 张雨晨 其实不论民进党怎么堕落 国民党为什么 还是得不到支持率跟好感度上升 而且他们真的蛮奇妙的 整个党中央对于 国论完全没有论述啊 党跟自己家立委 县市长完全没有串联 党主席 有跟没有一样 感觉 党主席一出来就是要搞自己人 这到底 能不能期待他们要站起来呢 雨晨我跟你讲啊 你这个批评啊 跟我以前 公开好几次批评国民党完全一样 就是党中央跟县市长 党中央跟立院党团 还有整个文宣的系统 就给人家讲 感觉就是各搞各的淋淋落落 就你不像是一个 政党的机器 这个是国民党的问题啊 我完全同意啊 我市长也批评过 我公开批评过 那 当然啊这个 所以国民党的主席要有体认嘛 我认为朱立伦也面对压力了 由那个谢国良的罢免就开始感受到压力了 那这是动员群众到立法院啊 为了这个原住民补偿的议题啊 我觉得我们这些批评他听到了 而且国民党明年就要改选党主席 我相信很多蓝营的支持者也知道这个问题 就是为什么大家不能够做更好的整合 来发挥在野党的能量 更何况国民党并不全是在野党 国民党有14个执政县市 对不对 所以这个整合的界面应该要做得更好 这个我完全同意你的批评啊 给云旺 纯粹好奇啊 亮哥是用什么心态来上魏涵的节目 这个不是这样讲啦 那个黄伟瀚的节目人家也邀请过 各种人嘛 我那天还看到院举正去上他的节目了 院举正还有卢德云啊 卢德云也是军事我很尊重的一个记者 很多人都上过他的节目啦 那 因为不同领域都有不同的群众啦 就是这样 你也不能够说他的 他的观众都是绿的 不是 不是这样的 不是这样 我如果是绿的我去上 绿台就好 他们现在也不会找我啦 我以前也上过三立啊民事啊 那非常都是深绿的啦 都是深绿的啦 我认为黄伟瀚的观众 比较复杂啦 我认为方方面面的人都有 那 就是他也不一定是在听他讲话 很多人在听来宾讲话 比如说他也访明居正啊 也访院举正啊 院举正跟明居正绝对 绝对是相反的意见 那他也都访了嘛 所以 我觉得他就是一个主持人啊 他有时候 爱发表自己一些主张啦 就这样嘛 那可是他还是有一定的分量 不然卢德勇很少上节目的 我因为卢德勇他 他是非常非常优秀的军事记者 那后来也慢慢退出了 那黄伟瀚他就叫得动啊 所以我那天就看到 卢德勇上节目 所以 我的心态是什么 我的心态就是 其实台湾是一个很复杂的地方啊 各式各样的群众 我认为我有我的根据我的论点 那我要想办法影响更多人 就是这样啊 所以你说我是多救一个观众事吗 是啊 我们这种人本来就是这样 我们一辈子都在做这种事啊 比如说我以前从政 我要拜访200多个里长 那每一个里长我都要开场白讲的话都是一样的 那我在干嘛 我想要说服他来支持我 对不对 我就是一辈子都在做这种事情嘛 好 你这讲得好啊 讲得好啊 杰弗王请教亮哥 如果国会改革法修法后再经释宪 杰弗王道法官是否需要回避 没有办法 因为这个跟一般的司法审判不一样 司法审判你可以申请回避嘛 那杰弗王道法官就是那几个啊 这个你说 在上次事件的法官里面你们不能再审 这没有办法 因为到底是由谁当作轮子法官来审 是抽签的 跟我们现在检察官一样 这个没有办法 这个跟我们所谓的法律的利益回避不一样 威章 陈廷 王定宇敢说林俊县不听赖主席的话 听起来更像在高级酸赖 现在办绿电案这两 可能被整数还敢讲这样的话 这个我们还不知道陈启玉这样的绿电案 会不会真的被办下去啦 我刚有一个朋友 因为他刚去台南回来啊 他就跟我讲到处 到处都是林俊县的看板 所以 这个就是他 你就知道那个总统资源之大 就是这样 所以 反正祝福啦 祝福陈廷飞啦 Sounds friendly 林氏 是不是打从一开始到法官 就不应该由总统直接任命 这个啊 这大哉问啦 我跟你讲 以前没有人这样提名的啦 以前提名好歹也会 想到蓝绿不同 的政党可以做推荐 以前监察院也是这样啊 那结果那个时候 国民党跟民进党杠起来了嘛 结果民进党 国民党就不提名啊 那你不提名不是让他爽到吗 所以我是觉得是这个问题没有错啦 就是 总统任命这个是程序啦 那重点立法院要过啊 那立法院可以要求啊 说你不能都是绿的啊 那有几个蓝的吧 几个白的吧 你可以要求啊 这个我认为做得到 所以你刚才讲说 立法院能够发挥什么角色 如果我们真的对 大法官的人选实在是受不了啊 那我真的也建议 这个没有办法 现实的办法 国民党跟民众党 也做推荐 也做推荐 那至少 至少让这个宪法法庭有不同的声音嘛 或者让监察院有不同的声音嘛 我所谓的国民党现在才知道 监察院跟这个 宪法法庭是有作用的啦 大概是这样啦 Lucky Bird 谢谢亮哥耐心解答 感谢马克思 我们调改民进党让台湾民主退部 宪法法庭直接宣告台湾真的民主退部 真是要命啦 张柏尔 在野党有没有可能修一部大法官提名法 来保证大法官的独立性 比如每八年替换五名之类 这个要修宪 所以柏尔兄你是讲到重点 这种 伤筋动骨的大改革 那是要修宪的 那我们的宪法现在就是修不动 因为要四分之三 坦白讲我一直觉得有一个议题一定要改啊 就是我们的总统选举一定要 两轮选举要取得绝对多数过半 这个不是更重要吗 避免我们产生一个少数总统啊 可是这个就是要修宪 我们这个宪法 是全世界最难修的宪法 因为它要四分之三提案 所以就 你讲的很有道理啦 可是做不到 做不到 所以我们就只能够寄望 立法院展现 说你不能都给我搞绿的 我也要有我的人选 变成是用政治冲突 然后来协商 产生新的法官人选 用这种模式啦 蔡理智两个吉祥 请问两个问题 一 中华民国宪法明文规范 因应国家统一前的需要 这样主张台独的人是否违宪 二 总统县市长立委可以民选 那监察院长跟大法公为不民选 你讲的是民选的问题 那也是修宪的问题 那都是要四分之三 那至于 因为他们并没有公然的主张法理台独啊 比如说你去问赖清德啊 你是不是主张 那个台湾国号要 中华民国国号要改成台湾 他不会承认的啦 赖清德不会承认 他主张要改国号 或者要宣布 台湾独立 或者中华民国独立 他不会承认 所以你问的第一个问题 并不成立 你说主张台独的人是否违宪啊 那清德跟 蔡英文他们不会承认 他们在搞法理台独啦 因为他们如果这样承认 两岸就发生战争了呀 所以他会说我没有违反这一条啊 就是在这里啊 所以你就知道我们台湾政治之诡异啊 所以你就知道我们台湾政治之诡异啊 公文嘛 给立法院嘛 说翁晓玲你不能这样修啦 你这样修有一个风险啊 因为再过两天 我们的大法官就从15个变成8个嘛 有7个退休了 那你这7个送到立法院要人事审查嘛 那万一都没过 那我们就只有8个啊 那你又说 那个现有总额是15 要三分之二 那我们就永远不能开会啦 这个是司法院的秘书处的公文喔 他已经看到了 因为15的三分之二就是10个嘛 那他现在只有8个嘛 所以他已经面临到这个危机了 所以他就说 你人事同意权一定要审啊 不然你违宪啊 不然我们不足额啊 所以我说这个时候就是大家要来瞧的时候 这没有办法啊 台湾的政治就是这样啊 那国民党就说 那我这7个 我先删掉几个 你以后再给我补来 那照时候我们再一起审 这当然也可以啊 当然也可以啊 所以这个国民党要好好想一想啦 民众党也要动动脑袋啦 王全胜昨天前 蔡正元立委为司法布公 去帮民进党民众党讲话 亮哥有机会站台为司法布公喊话吗 我在我节目都讲过了啦 我昨天也看到 蔡正元在 那个民众党那个 那个万圣节啦 那个活动啊 在那边演讲 我看到了 那因为 我事实上我做节目 我跟黄国昌是有联系的 不然我刚刚怎么会知道那么多黄国昌的论点啊 对不对 所以 基本上我是透过做节目的方式来 做传播啦 那 我们郑元凶昨天是用站台的方式来 来传播嘛 大概是这样啦 我在时间上可能非常的困难 那个Space War亮哥 岛内寄望于日美的比例有多高 岛内军事相关粉丝很少吗 每次看岛民对日本军事充满信心就感觉 挺尴尬啦 我认为台湾人对日本的军事的实力根本就不了解啦 他完全不了解啦 事实上日本 因为他是战败国 所以他是 是很少有攻击性武器的啦 比如说日本没有轰炸机啊 没有长城飞弹啊 没有核武啊 那他当然有一些做得不错啦 比如说他的军舰他做得不错 那可是以目前的军舰海军来比较 那都已经远远落后于中国了啦 这个全世界都知道啦 能够跟中国来比拼的国家只有美国啦 就是这样啦 这个 这个你还对日本的军事抱有幻想 那真的是太奇怪了啦 太奇怪了啦 这个Nice Erogy啊 亮哥因为克康教改 从很多我们小师学到的历史 现在都不纳入 对 下一代在没有完整资料的情况下 要有正确史观是不容易的啊 而他们也对中国这一词 等于中央人民共和国是认同的 对于对岸多少是有敌意的 而且国小生就这样 这个我也知道啦 所以我说 这个就是 因为你没有执政嘛 所以基本上你看已经多久了吧 从陈水扁 到马英九 再到蔡英文 就已经24年了 再加上赖清德这一年25年 所以 我们这些 坦白讲这25年这样受教育上来的人啊 那很多人年纪都30岁以上 他们对中国历史的理解是非常 非常有问题的 就是这样 那 这个 可是他出社会之后 他可能会接触到 一些中国历史啦 比如说有电影啊 连续剧啦 等等等 那也会接触到中国的文化啦 其实我一直觉得 这个历史教育只是一部分 更多的是 更多的是 他要能够去中国实际看看 所以坦白说 我现在会鼓励什么 我会鼓励说 你应该自己去中国大陆走一走吧 你才会知道你的理解是不是正确 所以就是中国大陆要多走走多看看啦 这个可能才有用啦 黄大豆看到黄远翰就转台 那个兼铁弹 传闻是否是真的啊 美国曾干涉国会改革法在立法院三读期间的清了行动 因为美国看到了强势运作的假名义 恐会点燃社会动乱的火苗 老朽最常听到 这个大陆对台湾的喊话 听了也都都掌检了 就是反独必统 殊不知美国所担心台湾遭武统的 唯二条件 也是国际社会认可 而台湾人照陌生的条件 就是发生严重社会动乱 这个没有错 当年斯平德号召二十万红山军 凯道前群众频频喊出冲进从农府 拉下汤污扁政府的声音 也是在美国生怕恐将发生 落实中共武统借口的情况成真 所以便静悄悄默默的 在严重社会动乱点燃之前 把它消音掉 这个斯明德那个红山军 我倒是知道那个过程 那时候真的有一些激进派要冲 那被斯明德阻止 我觉得斯明德是有大历史观的人 所以你刚刚提到 就是 这个就是反分裂国家法 反分裂国家法有几个前提 中国大陆是会动手的啦 第一个当然就是你宣布法理台独嘛 那第二个就是台湾发生社会动荡 所以你讲的完全正确啦 那我觉得为台湾负历史责任的人 他们会知道不能蛮干啦 因为蛮干的后果实际上就是统一啦 就是这样 所以我说你赖清德越激进 事实上你距离统一越近啦 我这句话我讲过很多次了 那我认为他是受到美国的压力啦 就是在他那个祖国论 10月5号之后康达来了压力嘛 那他之后就开始修正啦 包括比如说他去古临头啦等等啦 或者讲中华民国历史有113年啦 我认为他在修正啦 因为他知道会有问题啦 美国不喜欢这样啦 那我讲白了啦 如果川普当选 因为目前看起来川普当选机率越来越高 川普是1月20号就就职啦 明年啊 我认为他对台湾的管束会更严格 因为川普这个人就是把你当做小笔尖嘛 他是要玩大政治的人啊 他要跟大陆直接谈啊 所以他不会允许你制造变数的啦 所以我认为川普明年 如果他真的当选 120就职之后 我认为赖清德就会进入 美国跟中国联合控管的这样的局面啊 而且会更严重 更严重 所以铁蛋兄啊 你讲的我是很同意的啦 很同意的 刘魏亮哥如果川普当选总统 跟习大大谈台湾问题啊 可不可以用台湾外汇归美国 你不要吓死我啦 台湾土地自权归大陆 反正川普就是为了赚钱 政治不是这样搞的啦 我跟你讲啊 这个政治不是这样搞的啦 不是说这个归谁这个归谁 不是这样的啦 他 他应该是会跟大陆 然后就开始启动一个过程啦 那这个过程 这里面一定会有一些交易啦 比如说 那中国大陆你多少要买美债吧 那我就继续支持这个过程 我举例啦 我这个我公开讲过啊 我说习近平在旧金山的时候跟拜登说嘛 所以你要把 不支持台独落到实处啊 那习近平提了两点嘛 第一 你要停止武装台湾啊 第二 请你支持中国的和平统一运动 那第一点川普肯定做不到啦 因为川普要继续做军火生意嘛 那不会答应的 第二 第二点就很难讲啦 川普会不会从 不支持台独 变成反对台独 然后认为中国和平统一 也是选项之一 我认为这个影响会很大 所以我是觉得 他应该就是启动一个过程啊 那在那个过程当中 只要美国继续遵循 那中国就在经济上 或者在地缘政治上 跟美国做一些交易啦 这个可能性是存在的啦 不过这个还要观察啦 还要观察 Vince Wu 朱没有政治超级明星的气质 朱这几年高光 就是去年南白河当面翻桌 不让组织继续被柯老三洗脸 为物党阁 那次翻桌加上赵子龙救驾 让国平党保住三成 你也不能说他没料 两个市长之力加上K党 一贯顶级学历背景 但K党太多张善政侯友余朱立伦 这种没有自带魅力的降临 也能看韩总陈前一阵子 又自动回归成目光灯的焦点 这个我同意啦 这个政治人物的魅力 是各种因素混杂在一起啦 很多是学不来的啦 比如说韩国语讲话就自动成为标题 这就是一种能力啦 我坦白说啦 还有他跟人接触的热力 我常跟 因为我自己在教这个啊 我实际上以前在学校教过一门课 叫领导统预啊 政治一个人有魅力是什么 就是你跟他接触的时候 你会感受到光跟热 光是什么 光就是方向 所以你看那个基督教啊 每次圣经在讲 好像看到真理都是光嘛 光就是方向 热是什么 他人格的魅力 他感召到你啊 你感受到 你即将投入这个运动 我们最常讲就是光跟热嘛 光就是方向 热就是感召你的那股热 热情啊 你知道吗 这个就是一个 一个有人格魅力的人容易 产生的现象 那这个能力啊 民进党历来的领导人里面 最厉害的是陈水扁 那 当然韩国瑜有办法选高雄市 如果没有这种能力 根本不可能啊 因为高雄市那个结构 你怎么打得破呢 所以一个人一定是要产生 很大的光跟热 让人家感受到了 你才会把结构打破 所以你的评估我是同意啦 就是你不能够规规矩矩啦 像个公务员啊 那怎么弄呢 对不对 Oracle亮哥好像你认为的尊严有些问题 只要统一台湾人就可以获得前所未有的基地自尊 而不是台湾自己的尊严 如果是大陆武统 即使中央政府视台湾为平等 但大陆群众却可能歧视 所以该追求和平统一主动统一 把目标放在平等不要奢求特权 其实邓小平八二版的一国两制已经是最大特权 现在肯定没有那么好了 而你却不希望一国两制 我也不是 我是觉得这个要有一个过程 让人家了解那是什么 我跟你讲啊 这个你在台湾谈和平统一 现在连这个都还上不了台面 你怎么可能去谈一国两制啊 对不对 所以我说这个就要有一个过程 不然你如果去看民调就是血淋淋的 支持统一的不到10% 那你怎么启动呢 对不对 那政治人物我现在是没有选举了 我的言论尺度可以大一点 那选举的人呢 那压力可大了 所以这个要有一个过程 亮哥真实憋不住 岛内有些人喜欢嘴硬 你刚刚都直接说日本军事不行了 有没有意愿介入两岸之前要明确的 是没有能力介入 但是他们还会强应跟你说 日本是被宪法压制 他们自卫队培养的是士官 真打仗可以轻易的扩军 还拿德山举例 殊不知当年德山有多少警察部队 这个真的是太幼稚了啦 德国那个时候 一战到二战 人家是基本上留下军官作为部队 所以他只要招募群众 就立刻有干部都已经养成好了 日本哪有这种东西啊 而且那个时代的高科技 军事的科技能力 跟现在怎么比嘛 现在我跟你讲 军武占绝大部分 我们现在在讲作战 军武我认为决定性超过七成 那二次大战可能不是这样 这个讲要讲很久了 实在是不知道怎么辩论了 这个 可是亮哥把公僕跟政治同仁 当我像崇拜是很危险的 这个没有办法 你只要让他有了选举 有了政治的运动 我跟你讲啦 我这个也是讲一个现实主义的话啦 你认为人民是懂政治的吗 群众是懂政治的吗 你真心相信民主政治 是每一个人对政治的理解都是一样的吗 所以这个就已经现在到政治哲学的辩论了啦 坦白讲积极的公民永远都是少数啦 比如说美国独立战争啊 就有人去研究过啊 真正 积极介入 在发动美国独立战争的 美国人有多少 有多少人 有没有到当时移民美国的十分之一的人口 没有啊 所以为什么到最后总是 我们讲active citizen 积极的公民 他是最重要的 因为他受过政治的训练 他了解政治 他知道如何说服别人 这些都是要训练啦 所以我在跟你讲 政治是一种专业啊 你必须要去 不断的训练自己 然后才成就 你跟群众的关系啊 群众的互动啊 你才能够逐渐的熟悉啊 大概是这样啊 所以这个没有办法啊 因为你到最后所有的政治都有领导的过程啊 那大部分的人不会那么了解政治的 所以我们才说 政治精英之间要去做竞争嘛 那你竞争要 有为有守嘛 要有一定的道理嘛 不能搞到互相勾结嘛 就是这样啊 什么叫好政治 就你们不能勾结啊 你们政治精英都勾结 那老百姓就完蛋啊 不是吗 所以我们就说政治精英竞争的过程当中 要产生一些规则啊 要尽量的比如说民众党最主张透明公开啊 让大家知道你们在干嘛 大概是要有一些 要有一些副产品啊 让老百姓 要投入政治 然后要培养这种能力 要变得更容易啦 大概是这样啦 我们是不是回答完呢 对 好感谢各位啊 感谢各位的收看 我们今天节目就进行到这个地方 感谢各位 拜拜 by bwd6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